這是在2020年1月剛卸任時的蓬佩奧 這是如今的蓬佩奧 不知你還能認得出來嗎 近日 蓬佩奧向《紐約郵報》 獨家披露了他的減肥歷程 蓬佩奧說這一切都開始於2021年6月14號 當時他站在秤上 發現有生以來 第一次體重將達到300磅 第二天早上 他對妻子蘇珊說 就是今天了 從那天開始 58歲的蓬佩奧幾乎每天都鍛鍊 而且合理飲食 然後體重開始下降 蓬佩奧在自家地下室打造了一個簡易的健身房 裡面放置了一架跑步機 幾組亞靈 他努力一週去那裡五六次 每次待上半個小時 蓬佩奧說 他沒有刻意採取什麼科學方法 也沒有教練 沒有營養師 只是靠他自己 另外 自製力也相當重要 包括改變飲食習慣 蓬佩奧戒掉了芝士漢堡 碳水化合物和糖果 作為意大利後裔的他 家庭聚餐時 桌上總少不了意大利麵 麵包 奶酪和甜點 但如今蓬佩奧在這時都會說 我就來一份沙拉吧 除了健身和注意飲食 蓬佩奧說 最重要的是保持一個正確的心態 讓身體從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 進入良性循環 就這樣 他在6個月的時間裡減掉了90磅 不過 瞭解蓬佩奧的好友 對於他的減肥成績毫不驚訝 蓬佩奧的西點同窗大衛厄本說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專注力 他當年就不會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西點畢業了 蓬佩奧從川普政府卸任之後 成為福克斯新聞的撰稿人 在非營利組織美國法律與正義中心擔任高級顧問 並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 致力於幫助共和黨 在中期選舉中奪回參眾兩院 再被問到減肥是否也是為了準備 在2024年參選總統時 蓬佩奧一笑置之 他說 他真正的願望是想活到2044年或者2054年 到時兒孫膝下成群可以盡情享受天倫之樂